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他也很骄傲 他不是不骄傲 圣彼得堡就骄傲 圣彼得堡比莫斯科就骄傲 他说圣彼得堡的人的文化素质比莫斯科高得多 他们的看法 因为圣彼得堡恰恰是反映了他要学西方 从现在的首都在莫斯科 他就是彼得拉底觉得我们要学西方 要把首都往西方 他愣是在那一个荒地上建了一座 对 你看这有名为人 西方还有 他一方面我觉得他的心态也挺奇怪 很自豪俄罗斯的文化 我们的传统 但另外一方面又自卑 为什么呢 他的贵族都说法语 你说法语为荣 他们说俄语 哪怕有时候要说点俄语 也要带点法语腔 他表示着我是贵族 我有身份 所以他们的小孩都要请法国女教师 法国家女教师 所以俄罗斯的小说 你看很多都是贵族男主人公 跟法国女教师之间有暗昧关系 那个什么安娜卡丽尼娜第一开始就是跟他的法国教师 就是安娜卡丽尼娜的哥哥 跟法国教师有关系 他来调解就引起了这一个安娜卡丽尼娜 所以你说他很自豪 确实很自豪 特尔斯泰的小说里头 连写他们那个派对 他那party上 经常都是大段大段的法语 然后过湖里头再把它翻成恶语 因为他确实当时贵族就是说法语 就是说法语才显知我身份 你说他又有自豪又有自卑 那这是开启了向西方学习 当时向西方学习以法国宫廷的那一套为贵 对呀 对呀 可是你说他又特别 您说他是有文化自信 但是你看和德诺贝尔讲的这个 这个谁啊 阿什么 阿列什么什么 白俄罗斯 就是就是这个 就这个他他写到的很多纪实文学 白俄罗斯 但是认为他认为他有俄罗斯情节 对 虽然他是白俄罗斯人 但是你看他记录的今天的俄罗斯 他给我们传递出一种啊 就是又有这种文化的自信和自豪 但是呢 又很慌乱 不知所措 认为自己所相信的那些自豪 好像都没有了 甚至你这个他还提到一个呃 很有意思 讲到语言 他说我现在在莫斯科大街上 听见两个莫斯科小姑娘聊天 他们说的是俄语 可是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 嗯 因为就类似于说啊 俩小姑娘讲的全是网络流行语 哦 这是个全世界的现象 就是哎 他就觉得他作为他迷恋的那个文 咱说文化自信 那个俄罗斯的文化 普希金的语言 莱蒙托夫的这个语言 你明白他听不懂今天的莫斯科街头 年轻人聊天的这套课 嗯 你看他表达的又是这样一种焦虑 对对对 我想的就是 王木老师刚才说到俄罗斯大呀 又很发达 又很贫穷 我想说我们小时候经常读的那个叫拉 拉吉舍夫是吧 对 他说有句诗很有名什么俄罗斯母亲 你既富饶又贫困 对 什么什么 他就反映出这种矛盾来 说回到刚才讲的这个文化 对 您注意到就是 我刚才讲的这个这个故事 就是说这位女作家俄罗斯白俄罗斯 这个女作家 她说她听不懂现在这个这个莫斯科街头 两个女孩子的聊天这个语言 这个你知道吗 让我又想到了呀 咱们中国 甚至想到了呀 跟您呢 丰哥跟王老师最近都有关的这个新闻和话题 一个是雷老师是不是参加这个什么年度汉字 年度汉字 最近呢 王老师您还挑起个话题 我俩在一个会上 对 我们在一块呢 说您这个放炮 说是82岁的王猛 痛恨小鲜肉 小鲜肉 说这样的词让他特别反感 甚至什么影帝影后这个词 您也很讨厌 啊 但是这个马上也就有评论就是说毫无疑问 王猛的评语是一种保守的反应 您您是怎么就有了这个反应 他这我就说这样子啊 这个 讨论人的性的要求我都不反对 但是小鲜肉呢 就他就比较低 是不是啊 因为这个就算是男女的直接的一种生理的需要 也不能把它写成成是什么小鲜肉 老鲜肉啊 或者硬肉 软肉啊 什么的 就是 我是觉得人的性生活啊 人的性活动 他应该有多少有一点生化 有一种文化 有一种审美的这种高度 那您对这个市井俗语 语言当中的很多这个 市井俗语 口语 口语里头那比小鲜肉还厉害的多了 比如骂街的话 但是那个没有大行其道 您总不能把那些动词和那些关于器官的那些名词都挂在嘴上 你就是咱们凤凰电视里的也没有出现过那那种词 比如就平常咱们用打叉的那个词 对对对 可这小鲜肉已经大行其道了 是是 一个电影都批评说这都都可以宣传说这个电影里头有小鲜肉有几个小姑娘参加 我觉得这是一种低俗 那这个吊丝这词呢 您也觉得 吊丝呢 它是从俗来的 但是呢 它的解释并没有那么低俗 就好比啊 过去有一种说法 叫素沫荤菜 荤沫素材 荤沫素材 沫就是谜语了 就是你说的这个话你听着挺挺不雅的 哎 结果它的谜底其实很雅 哦 吊丝就是一种荤沫素材 它说的就是凡人 草民 哦 您关心这个实际的这个 对呀 它实际的效果呀 嗯 你 你 你要是死扣住这吊字不放呢 当然它也不雅 嗯 反过来说这吊丝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词 哈哈 特别美好的词 对吧 你比如在这个外交活动中 一般的人不会用这个词 普京再狠也不能跟人讲究 不会 普京人家从来不用这个 是不是 哎 这个 在比较 但是这个开玩笑的话 当人用这个的时候 他往往这个文字他已经转了 哦 我不认为 吊丝呢没有引起我那么大的反感 但是小鲜肉我引起我的反感呢 我就是他往地下的走 哎 往这个 一个青春的价值啊 如果把青春变成小鲜肉 他能万岁吗 我跟你说 青春万岁 他就不能万岁了 你能变 把青春万岁 您能说成小鲜肉万岁吗 哎 我明白了 我我觉得我现在能理解 这王老师的意思啊 其实他关心的是词语背后的 意识 就是你是什么意识 是 就是一 他一种文化内涵 哎 这其实一个这个意识不就是说男色吗 把男 把年轻的这个男子当成一个肉 是 当成一个器官 来欣赏 来意淫吗 但是他这个小鲜肉本身 他也在网络上 就他意义有所变化 有所转换 也是的啊 就是觉得一个挺愣的 这种小男孩 小男生啊 就这种当演员的那种明星那种 对啊 王老师您就不是刚才说 您说您关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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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俗闷不是这个 这个可以有 昏闷 昏闷素菜 昏闷素菜 那这个小鲜肉为什么不能这个语意慢慢的转化成 他实际上是个就是年轻男子 是是是 你不必太关心他表面的那那就那是那是下一步的事 而且我那次说的非常的明白 我说就是我个人的感觉 嗯 但是我我也没有建议 我没有建议说是禁止用这个词 是不是啊 雷老师怎么看 呃 因为我觉得呢 因为就是这个网络现在发达了 谁都可以在上面写 那么从前呢 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要在纸媒上发表都会经过过滤审查 包括在电视 那么现在视频网络各种各样的词啊 就都有 那么就你刚才说的 就是说那个白鹅的作家已经听不懂两个小姑娘谈话 实际上这个我曾经写过文章 就这就是代沟 比如说第一次引起我这个什么 那就将近十年前了 十年前当时是一个篮球比赛 结束后不是教练都要举行记者招待会吗 大概是很有名的篮球教练 好像姓蒋 是中国 因为我不太有关心 好像姓蒋 当时记者招待会上 有个年轻的一个是某地的一个体育的记者 就说 说很尊重他 说蒋老师 您是中国的骨灰级教练 您对这种 蒋老师当场就道 您是某某某抱抱的 你当时在报上就说 我是骨灰级教练 我还没到那个程度吗 你怎么就这样 我去问就要学你 骨灰级 实际上他就 已经年轻人用骨灰级是一种 您恐怕知道 赞美的达到顶级了 这游戏达到叫骨灰级 但这个蒋老先生 他没接触过这词 我从前也没接触过 我说我当时就说 在电视上他怎么能说骨灰级呢 后来我才知道 那是一种年轻人网络玩游戏 一种赞美 达到顶级 甚至到顶级 到了骨灰级 到了骨灰 你还是忠于这个 对啊 忠于自己的这 我带头了 但这就 当时那个老教领非常愤怒 这就是语言 是 骨灰级的 引起的这个误会 误差 这就是语言的这个误会 您现在不是说 也是参加这个年度什么汉字 对 因为这个年度汉字呢 这个实际上今天说是十年 已经不止十年 你看2006年平 到2016年是十一年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有一次我忘记是哪一年了 他在选择这个词 这个被 那么正好是我解读 这个被当时你选这个 当时说被幸福 被加薪 被自杀 对对对 被 居留所里 居留所里 所以当时选了一个被 还有一年选的是控 控制的控 我觉得就选这个控啊 是特有趣 因为这个控嘛 被也很有趣 对呀 很有趣 这个控呢 因为当时正好讲调控啊 控制这个 调控这个 调控那个 那是哪一年 我忘了 反正是调控很严 完了之后 我注意到 也因为我参与这个 所以我对网络就 语言就开始比较熟悉 比较了解 实际上年轻人说 现在说 比如说你喜欢 RV包 你喜欢什么包 他就不叫你喜欢 你是RV控 你是网球控 对 你是篮球控 你要不懂 就不知道什么叫篮球控 什么叫RV控 就说你是特别迷这个东西的 并且它导致了中国语法的变化 倒装 对吧 你是RV控 从前就我喜欢RV 或者他喜欢RV包 没有说他是RV控 这实际上语法 这个控子 我觉得当时选的就挺棒 用了还有一些词 有一些词 包括那个当时网上最开始出现一个词 后来人民日报 中央电视台也都用了 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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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的中央电视台的人 跟我说 当时选出来的之后 他们知道 他们在交点反弹 想用这个 还没同意 说这是网络词汇 好像还不太能用 我们再等 后来发现人民日报 日报用了 给力 往来中央电视台上 那咱们也可以用了 用了给力 那这个王老师 我问问您 您觉得这个语言 它是不是自然而然的 不是任何政府 或者国家机器 能够强行清洁它 净化它 语言呢 它本身有自己的规律 即使它解释错了 你也没辙 对不对 比如现在成语 跟古代的原意 几乎很多都是相反的 对 但是 空却来风 但是它就 它已经这样了 你也没辙 但是我们还可以 就是 就是有一部分 有选择能力的人 我们在语言的选择上呢 可以看出不同的文化的内涵 比如说 诗经里都说 说巧笑欠席 巧目叛席 美目叛席 美目叛席 巧笑欠席 这个文化内涵 我觉得比小鲜肉要好一点 美多了 要美多了 美多了 您承认这个是不是 所以呢 尽管 任何一个人不要想 或者用行政的权利 来改造这个语言 但是呢 也还照样可以有所选择 文化高的人和文化低的人 选择不一样 野蛮的 暴力倾向严重的人 和文雅的 彬彬有礼的人的 选择也不一样 这您就是等于说到啊 人谈吐 就决定风度的 对了 我们平常说 这个人谈吐非常吸引人 对呀 您说的好 这词 这词也好啊 他有他的语言 他谈吐就不一样了 每个人说话 一使用的语言 可以有个人的风格 个人的修养 另外政府又没有作用 也有作用 不是没有作用 政府怎么会没有作用呢 刚才那个 是这个雷老师 是谁谈到土耳其啊 对 土耳其他 土耳其那凯末尔 他是真敢干 他把发运都改了 因为他的国家小 他是国父 他下令 由于这个小舌音 和这个 不容 这个其他的国家 欧洲其他国家 不容易学 不容易用 所以他把 还有就是那个 那我们现在都是NG了 我们现在都是用来做这个词尾的 就是比如说王 这是可以 但是这个土耳其语率 突缺语率 也可能 有类似的这种音 他也给取消了 这就是行政干预 行政干预 能干预到这种程度 这是很少有 全世界没有 我再不说的第二个例子 他能干预到这一步 那你像当年秦始皇干预文字 那还多了 那中国的那个什么 中国由于避讳啊 出了多少新鲜的字 出了多少新鲜的念法 对 连正月都不能念正月 您是正月 正月 所以您说这个 所以他也不完全是自然的 也不完全是自然的 还是有一个 就是说 行政的权利的 行政的权利的 他其实就是 有权利的 还有就是专家的 大学者的 中国的时候 就是圣贤的 圣贤也出了 他也影响 所以说实际上是 全部的历史 对 形成了一个方面 各方面 网络也可以起作用 你也不能用禁止的方法 当然您就是说 现在也有很多争论 有一派人就认为 今天的很多网络流行语 就是污染了汉语 污染了美好的语言 很多词 就是很鄙俗 甚至很脏 对吧 而且 比如说 现在讲 我很难过 有叫什么 蓝寿香菇 蓝寿香菇 有的人就很讨厌这个词 而且是使得人的谈吐 也很俗气 就是每个人都这么说 每个人 现在我就发微信 我说你们谁都 这种蓝寿香菇 蓝寿香菇 你们烦不烦呢 作家都讲究 使用点独特的语言 对吧 好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另一种说法 就是说 你可以坦然 就比如说 您刚才讲这小鲜肉 那可能有人又说了 说您知道 现在女的都叫老公 老公 那当年是叫太监的 那他自然就转 转意了 转化了 就是用不着为此 就是忧心如焚 也有些人这么看 您提出的这个 我没有游戏如焚 我表达一下 我个人不喜欢这个 您还说是讨厌影帝影后 我们有些学的港台的一些词 港台的那些词呢 它那个商业性太强 什么把这唱歌的叫成天王啊 天后 天后啊 影帝啊 影后啊 还动不动 就是什么隆重推出 这些呢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非得学那个 但是你要愿意学 当然我能管得住谁啊 如果大家接受了这些东西以后啊 实际上它的文化素质在降低 这就跟您 有那么严重吗 跟您最开始的 我了解您的就采成某种矛盾 因为您是当文化部长的时候 开放了歌厅 开放了这个跳舞厅 恰恰就是歌厅合法化 拿着麦克尔那种歌手啊 唱歌呀 商业化呀 完了就每个歌厅选 后来全国什么歌王啊 什么天后啊 就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这个在商业化社会 这个这个您说的呀 非常有意思 这一点都不矛盾 歌厅应该开放 对 但是歌厅的唱法 不等于是最好的唱法 对 是不是 他仍然不能够和帕瓦罗蒂比 他仍然就和那个 这个什么布莱特曼之比 他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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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不上 你得你还得允许一个人说呀 就跟你说书为一样 有的书他非常畅销 非常成功 甚至有的书还可以获得非常高级的奖项 但如果我认为那书写的并不是那么好 我也同样任何人都有权利指出了 因为写的并不好 你看我看还有一个人引用一个外国学者的话 就是说呀 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就不管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 不管你下什么样的这个禁令 都不可能改变这个就是那意思就是一个民族骂人的习惯 和语言有这么一个话 你像今天网络上的很多年轻人的这些词啊 有人把它理解为一种啊语言上的这个青少年的涂鸦现象 就是说你要不要把它看得那么样的严重 他其实有些青少年涂鸦他在网上 他胡说很多词啊流行不了一个月就没有人提了 也有些呢就一直留下来了 也有些呢转变了他最初的这个直译的意思 这是不是一种语言的自然的现象 是自然的 有趣味的 有些这词啊实在也没有什么高明的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味 比如说普大喜奔 我就觉得习大普什么什么什么 高大帐什么什么还有什么 有很多词都 还有不明觉历我也觉得 不明觉历 您觉得这都可以进入现代汉语的这个保护 那我没有 别进入保护 他这个进入不进入 要看历史 他在发展的过程中 如果过了十年二十年还用 那肯定要进入 现在已经没人用了 已经没人用了 已经进入国内 普大喜奔已经都很少用了 很多词都是在 不明觉历 这都很少用了 但是你比如说 我看过一个台湾的一个朋友 一位父亲 他写的这个文章 他就说这个 他从他女儿嘴里听见说 哇塞 这个 哇塞 哇塞 实际上是咱们说的那个更难听的 那个的另一个转音 然后呢 然后他突然有一天听他女儿就讲 说哇 哇塞 哇塞 你看他是有一定年龄的人 他就觉得 他觉得怎么可以这么 我的这个女儿 十几岁的女孩子嘴里 说出这种粗话 对 但是后来他一看呢 他这个好 这个最早是一个音乐电视 什么channel v啊 什么音乐电视 做的一个广告 后来周杰伦也最爱用 就成了一种赞美 哇塞 那么这个事儿你要不要去计较 甚至在比如在大陆 也有的父母亲说听不得自己的女儿讲这个燃病卵 第一次听他听不懂就没听懂什么意思 后来就问女儿什么意思呢 就燃耳病没有什么卵用 这南方人经常用的没有这个卵用 对 可能他作为父母亲 他就觉得他没法想象一个女孩子满嘴都是这种生殖器性行为 可是呢 你在今天的青少年嘴里看起来就算什么呢 因为像他那个考证啊 我觉得不一定很有道理 尤其这个哇塞 哇塞 他根据欧美人表现 哇 哇 是这样来的 那么有的学者非要根据这个去考证考证几千年前 是什么 是这样来的 并且你看年轻人现在这一 我专门二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听取哇塞一片 因为当时正好有关部门下了一个通知 说主持人不许用港台枪 不许用哇 表示惊讶 实际上我就说 这个表都是在历史的长口中变化的 我说我们这一代人接受的从小表示惊讶 他说啊 哎呦 啊 这样没有接受过哇 但是年轻的一代都是哇 当时呢 那些还是很年轻的主持人 很少 你控制得住 但是现在你看娱乐节目的就年轻的 包括央视的 不都是哇 哇塞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 何妨用听取哇塞一片的这种心情 你来看这个年轻人 王老师您认为对这个应该抱一种宽容的态度还是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作为语言文化的政策来说 当然应该宽容 我们尽量避免用行政命令的方法来承认某几种语言或者否定净几种语言 如果说从个人的喜好和选择上来说 当然还是可以有所选择 就像选择刚才说这个美目叛息 什么这个一样的道理 现在文化呀 我觉得随着这个传播手段的不同啊 整个这个民粹化的现象是很严重的 对 整个社会在民粹化 政治也在民粹化 你不管从特朗普那说起也好说说的哪也好 文化也在民粹化 你现在网上写的小说啊 网上发表的小说 很多比咱们那个正式的纸级出的那个书啊 销量大的多 挣的钱还多 在网上写长篇小说 一年可以挣上是不是上千万那是多少 反正都这样的事情都是有的 但是呢 不等于说呀 就是民粹化的东西都是好的东西 我觉得 所以我又觉得我们的 尤其是比如说大学 如果一个大学里头 这个所有的教授讲话都是用这个 这个也有点可笑 我觉得这个王老师最难得 他有对很多文化上的事情 有自己的看法 但他掌握权力 当文化部长的时候 不把自己的作为一个政策 必须这样相反 推行了一个 他并不完全很喜欢的 像商业化开放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领导人 应该有的 不把自己的喜好 当做一个全民族 全国家应该的 他说我不喜欢这个 但是应该是 我觉得应开放 就是这种态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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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